- 体贴线 - 它这一痕没有很长 - 你看我提贴完以后 - 我从下面有没有 - 我做了一个动作 - 你做的来做不来没关系 - 但是 - 提贴 - 就说 - 你可以 - 你贴的时候 - 就要贴稍微往直的方向 然后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不要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它就变圆了 可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角 可是你会觉得它有脚 这样就对了 另外因为它字比较偏扁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这个就不要太直 听懂 好 向左 提贴 好 那你注意 刚才我们有写一个结 结的时候第二撇 第二撇 好 我下了 我过了这边了 我接下来这段就不宜太长 就是这段不要比它长 这个庆 它写起来上下显得有点长 对 所以你的线条彼此的空间 就稍微留意一下 好 这一段它不长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其实粗细没有差很多 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会觉得它有点动感 就要这种感觉 对 好不好 好 在它里面先提 起笔完以后先直再向左 不用长 其实都差不多空白的线条 好 接下来这个线条靠很近 那个宽度 大概转角跟它同样在 这个转角的位置 好 接下来这一点它放底下 那这一点呢 它是放在 其实在它的延长线上 好 先写这个皮贴 好 手呢 那右边就好 不要再向上 这个笔它的第一笔跟第二笔 距离很靠近 所以你要注意 那一束不要写太长 你看你的黑点是不是 这两笔快要接近了 好 从这边出来 你可以分两笔 在它的延长线下这一个红黄 好 这个也不要长 接下来这个它有点扁扁 但是你注意看它的铁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一块比这边稍微长 这边比这边长 多谢了 多谢了